追踪定限时间 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国关 学会科技与国关 召集人吴林祥博士 博士好 是您好我是吴林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谢谢博士 我们首先来看到是中美关系的紧绷 让整个科技大厂重新来思考整个布局 印度政府这个时候呢 趁机就加速了他们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发展 积极拉拢了全球半导体的设备商来进驻 那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今年9月份也首度会在印度办展 所以要请教博士了 印度是否能够在这一波追赶之下 一举的取代掉中国呢 这个问题有点大 我去年3月初的时候去过印度10天 那拜访考察过两个都会区 一个当然是首都德里 跟他附近的工业区 另外一个是西部的工业大城 马哈拉斯特拉邦的首府 土耐附近 那我们在这个印度国内这个移动的时候 国内的搬机飞机还蛮顺利的 但是我们考察路上的地区交通 电力供应 自来水 公共卫生 地方行政效率等等 很多所谓的基础建设 访问很多的厂商 那如果印度自己跟自己比较 显然莫迪这执政10年来 印度进步了很多 但是你刚刚的问题是跟中国做比较 那普遍来说 印度的基础建设 简单的答案是 跟中国比还有一段差距 但是我刚刚强调 这是普遍来说 因为印度现在人口已经超过14亿 世界第一大了 是个大国 面积也有差不多320万平方公里 世界第七位 所以它并不需要整个国家 所有的每一个城镇 大家的基础建设都上来 它才能发展半导体产业 它只要特定的工业区 特定的工业大省 能够满足产业的需求 也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它目前仍然 虽然我刚刚说 它的基础建设还不到水准 它仍然能够吸引一些世界的 大品牌去投资设厂的原因 也包括一些台湾的厂商 所以简单来讲 特定的省份跟区域的 这些基础建设 已经慢慢跟上来了 所以我们的问题 从这个也许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 印度现阶段它是比不上中国 可是我们听到很多的说法 好像国际间 对于印度的寄予厚望 尤其是未来 你刚刚第一个问题是 印度能不能够 应该是问说 未来 对不对 多快可以取代中国成为制造大国 我刚刚讲 我们这几年听到的言论 都对印度寄予厚望 有一点用吹捧 把印度吹得好像快要追上中国 这种架势 我认为是当然有可能 甚至于现阶段 其实已经有部分 原先在中国的制造产能 在这个所谓的China plus one的这个策略 对美国的这些品牌厂商 欧美品牌厂商要求之下 从中国把产能移到印度去了 已经有部分移去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 应该没有那么快 或者没有大家期望的那么快 或期望如果过高的话 就有一点各界的敲锣打鼓 有点太大声了 但是这些敲锣打鼓的声音 还会继续下去 还可能敲得更大声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正在朝向一个 新一轮的冷战格局发展 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 极力要压制中国的崛起 美国当然需要结盟 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 太弱潮的国家 美国也不需要去拉拢它 如果已经宣誓效忠 一面倒向美国的 美国也不用太用力拉拢 我们看印度正好 印度是一个大国 它够大 它跟中国又正好不友好 但是上一次冷战的时候 它在美苏中间 又是一个不结盟的状态 在美苏中间摇摆 所以美国要极力拉拢它 你可以看它跟美国 俄国它同时都买武器 你就知道 它在大国之间的 所谓的避险策略 是玩得非常好 所以国际间 尤其我们听到很多 美国的投资界 吹奔印度的光明的未来 我认为这背后 其实有美国大战略力量的推动 所以我再补充一点点 就是你刚刚提到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现任的CEO 他就是印度人 我去年到印度的时候 听他演讲 然后会后还跟他 单独聊了半个多小时 他就一再强调说 印度很快就会有 自己的晶圆厂 因为莫迪用了两位幕僚 是电机背景 很懂航 但他不能告诉我姓名 等等等等 但是说了那么久 到今天为止 印度仍然没有 自己本土的晶圆厂 印度在全世界 半导体产业的地位 就跟Ajet Manosha 一年前的PPT上的地位一样 印度到现在 半导体产业还是非常的空白 所以我觉得他要快速追上 中国或者取代中国 这个速度 这个时间 可能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吧 好 确实 当然大家都不想要在 这个科技战落后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看到 中国大陆2020年先起的 半导体的 半导体厂的烂尾潮 近期好像有点卷土重来 那么投资百亿人民币的 上海无声半导体 已经破产了 那去年到现在 有23家相关企业 也撤回他们的IPO申请 所以请教博士 你认为背后的关键 可能有哪一些原因 还会有下一波的退场潮吗 这个其实不是下一波 上一波 其实它这个退场潮 一直在持续竞争当中 进行当中 去年12月初的时候 中国自己的媒体有暴露说 去年2023年 中国有差不多10900家 就差不多11000家的 晶片厂商 撤销 注销 或者是倒闭 那2022年 有5746家 你看这数字都很惊人 那差不多平均等一天 就有31家 就来倒闭关门 所以这个不是一波热炒 它其实是 一直在进行当中 那当然你就要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要成立呢 这是因为在2018年 美中贸易战开打 3月嘛 2018年的4月 美国制裁中兴通讯 2019年5月 第一波制裁华为 所以各界都看得出来说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叫贸易战 其实核心是科技 所以后来我们叫科技战嘛 所以中国也知道说 自己的科技里面的 这个半导体部分 被卡脖子不得了 所以就投入大量资金 什么大基金一期 后来有大基金二期 所以中国各地方的政府 还有很多地方的这些厂商 就想要去争取这个政府 提供的这么高额的补贴 所以才会成立了 那么多厂家 那过去五年呢 倒闭的其实差不多 已经超过两万家 那这么多家成立的目的 就是争取政府的补贴 然后讲骗取 其实也可以 当然有点难听 但确实有这种味道 真正成立的 有技术 有能力的非常少 都想要赚一点 那个补贴 就赶快倒闭 那你刚刚题目里 还问到那个IPO撤销 这就是他这一套做法嘛 赶快成立 募到资金 然后想把IPO 再从市场上圈钱 但这个套路 现在走不通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倒闭 所以如果真的 中国到要发展半导体产业 还是要实事求是的 真的是要累积技术经验 要好好培养人才 一步一步这样慢慢来做 才可能 这样一触可及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了 而另一方面是 台湾的半导体厂 海外布局再加一 半导体的矽金原厂 环球金就宣布 意大利子公司 已经获得了 欧盟执委会的支持 取得意大利政府 补助计划 最高是达到了1.03亿欧元 他们要用来打造 是欧洲最先进的 12寸半导体的矽金原厂 请教博士了 台湾已经成为 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一颗巨星 当然一定会有其他国家 想要来追赶 像是韩国 但是有可能吗 请教您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印度吗 我想印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大家都想复制台湾的成功的经验 其实主要只是台湾制造 台湾这个金原的制造 是所谓的制造的前段 还有制造的后段 就封装测试 在全世界都是第一名 那个占比 看要怎么计算 大概超过 有的时候超过 代工的部分都超过六七成的 如果纯粹的整个制造的话 大概也超过四分之一 两成三成二 这个封装测试也是第一名 所以别的国家 都想要复制台湾的成功经验 但是过去的历史经验 坦白讲是没有办法照本的 这样同样来 因为整个台湾半导体的发展的历史 有很多的机缘巧合 你在别的国家 都是不同的时空环境 这些机缘巧合 不可能再全部重新出现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中国大陆 刚刚提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大家觉得它很落后 其实中国大陆在1986年 到1990年的第75年计划 它当时就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半导体计划 因为定在1986年的3月 所以它叫863计划 那个863计划里面 中国大陆不但要IC制造 而且还要IC设计 甚至连IC设计 自己所需要的工具 EDA 它也要自己发展 所以它起步其实并不早 可是各种机缘巧合 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是非常落后 我们刚刚讲印度 中国大陆 再讲个例子好了 日本 日本其实在80年代是全世界 这个半导体的最顶头羊 那跟美国的一阵半导体大战之后 退步了很多 可是日本现在 因为邀请了台积电 到熊本去设了JASM厂之后 日本现在其实有机会 利用它本来很好的基础 器材设备跟材料 它又给重新复兴它的半导体 换句话说 不止你刚刚讲的 韩国 日本 印度 新加坡 以色列 大家都想把半导体产业 再推向一个高峰 可是不可能去照搬台湾 获取成功的经验 因为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条件 这个时空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在竞争 那我是比较看好日本 因为日本本来就有材料跟设备 是很强 所以它现在有台积电帮它忙 所以说我们看起来 日本要赶上来到第一梯队 机会可能比较大一点 以上是我的潜见 科技战打得激烈 感谢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相关分析 感谢 谢谢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